中程飞弹之外 北韩还打算同时发射飞毛腿跟炉洞飞弹 面对北韩的威胁呢 南韩警察厅宣布全国都列为 这个恐怖袭击预警的级别 从关心提高到注意 而这个级别会持续到这个月底 4月30号 北韩扬言要发射飞弹 一次将同时发射三种飞弹 首先看到的是飞毛腿飞弹 射程有500公里 包含整个朝鲜半岛 二是炉洞飞弹 射程1300公里涵盖了台湾 第三则是无水端中程飞弹 射程4000公里 最远可以达到美国关岛 三种飞弹齐发 明显冲着美国日本跟南韩而来 似乎有意借此表达自己 有同时发动攻击的能力 美国官员现在说 北韩可以试炼 一个机构构构构 在任何时 之后的事情 根据到哪个试炼 如果北韩一旦真的发射飞弹 美国方面也拟好了因应方案 美国表示 如果北韩的飞弹朝海上试射 南韩和美国军队 什么也不会做 但是飞弹一旦威胁到南韩日本 或者是美国领土关岛 他们就会立刻把飞弹给击落 为此美军除了在朝鲜半岛海域 部署了神盾驱逐舰 还出动了B2隐形轰炸机 还有最先进的F22猛禽战斗机 进驻南韩来待命 日本也在东京部署了爱国者飞弹 北韩如果一旦发射飞弹 立刻会予以拦截摧毁 另外有消息指出 北韩一在台北时间10号下午 转为不利于飞弹发射的下雪天际 但是未来三天 北韩都有可能采取行动 现在断定朝鲜半岛的危机已经解除 还言之过早 记者综合报道